两国大动作力挺伊朗,反对美国军事行动,联手送出定期丸。 据俄罗斯观点报5月6日报道,伊朗方面已经正式拒绝了美国要求修改伊核协议的无理要求, 美国以前以伊核协议对伊朗过于有利为理由,要求对该协议进行修改,包括进一步限制伊朗的核技术发展, 同时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技术。 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,应法德这三个签署协议的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同意, 但是伊朗方面却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,认为这是被信弃异的无奈行径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军方正在紧张准备在协议司之时发动军事打击行动,以彻底催伊朗的核设施核导弹基地。 事实上,美军已经在伊朗周边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,并发出了重磅动物信号。 伊朗东部的阿富汗驻扎驻美军在内的大批北约部队,西部的伊拉克一直都是美军在中东重要据点,南部波斯湾对岸的沙特,阿联酋和巴林等国也有大批美军基地,还驻扎驻美国第五舰队。 在更难免的别的加西亚道上,美军还部署有V-2隐形轰炸机在内的远程战略打击力量,随时能对伊朗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。 军事专家表示,目前只有北部的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伊朗的合作伙伴,近期俄罗斯军方还加进向该国提供先进武器,此外还派出了轰炸机进入伊朗哈马丹军事基地, 这可以看作是俄罗斯用实际航动力挺伊朗,对美国等国有巨大威慑力。 无独有偶,作为伊朗的传统合作伙伴,中国近期也送出了定心丸,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,伊朗近期对华出口石油天然气的数量再创新高, 专家认为,在美军重兵压境之时,此举无疑也是公开的力挺,如果美军要执意动武的话,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伊朗方面已经表示,该国的导弹计划完全释放预警制,没有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,也和此前达成的伊核协议没有任何关系。 伊朗军方也指责称,以色列是中东唯一同时拥有核武器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国家,但是美国等国却从未施压以色列放弃核武器,反而对伊朗这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施加巨大压力,这无疑体现出了严重的双重标准。 伊朗军方表示,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压力,都不会放弃自卫性的军事发展计划,并强调有能力应对美军可能的军事打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